今晚我能站在这里给你们做演讲是何等的荣幸 我在全世界做过那么多次演讲 没有哪里的听众比得上安利的听众 在这段美好的时光里 你们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而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这段时光应该是比较无拘无束的 在乔治亚理工学院 我曾经艰难地重新建立我们伟大的橄榄球项目 作为那所学校里年轻又受欢迎的教练 我要弄清楚我做的事情 如何打败不断成长的对手 大西洋海岸联盟 另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橄榄球队 乔治维尔士是他们的教练 从他们球队的历史看来 那是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 我们的球队成立一年后和他们有一场比赛 他们队伍中有个大二的学生 克里斯汀·科里是我的女儿 自然而然的 弗吉尼亚大学的广播站知道这件事之后 在比赛中场休息时 跟克里斯汀做了一次访谈 他们问了以下问题 克里斯汀 为什么你的父亲总是戴着墨镜 为什么他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 就算没有阳光 他也一直戴着墨镜 这对他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的宝贝女儿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自己这样看起来很帅气 好吧 其实他这个回答是正确的 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女儿 我们的外孙女实在是太可爱了 没有什么比得过别人说 你有个诚实的女儿更好 除非他们说你还有个诚实的外孙女 我们的外孙女伊夫林今年已经12岁了 当我在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工作的那段时间 伊夫林跟着我们一起生活 我学会了所有照顾小孩子的事情 换尿布 带着去散步等等 她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当伊夫林四五岁的时候 有一天我把她放在我的腿上坐着 调整坐姿 让她坐得更舒服一些 我跟她说 我的甜心 我多希望我能告诉你 我有多爱你 我的孙子孙女都叫我布 伊夫林跟我说 布 我也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 好呀 亲爱的 你都告诉我吧 然后她说 你的口气好难闻 我的儿子也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橄榄球队 完成了他的球员生涯 在他们最好的队伍里面 要知道 我们可是把最宝贵的东西都送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呀 现在她和她的可爱妻子凯莉生了五个红头发的儿子 而我的女儿有两个女儿 我的简介上面写着我有五个孙子孙女 那是几个月前 现在可不止了有七个 过去的两年我们家又添了两个红头发孙子 他们都很讨人喜欢是我们家的宝贝 最活泼的那个孙子今年七岁 他在五岁的时候已经是电子游戏的专家了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大部分孩子看着我走进来的表情 就像是看着一个大玩偶走进来 五岁的电子游戏专家博曼 上面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哥哥 博曼看到我走进来说 嘿 布 你来得正好 快滚去楼上 我们一起打游戏吧 当时我对他会这样跟我说话感到难以置信 说 你刚刚说了什么 你刚刚是让我滚上楼了吗 瞧 你真的说了那些话吗 我立刻就说 博曼 你给我过来坐下 你都这样跟别人讲话吗 你不能这样跟别人讲话 和别人交流的时候要有礼貌 你要说 是的先生 不是的先生 是的女士 不是的女士 还要说请和谢谢 他思考了一会儿说 好的 请您快点滚到楼上吧 讲到这件事的重点是 我们都在尝试隔代交流 你们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都在寻找走在你们面前的带领者 一个伟大的带领者 不是走在你们后面的 而是走在你们前面 作为领头人的带领者 我今天晚上要做的 就是给你们一些建议 那些是刻在我脑子里 心里和演讲里的东西 我有着和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年轻人 一起工作的特权 各种族群 宗教团体 各种不同地域和政治类型的人 当你们踏进橄榄球场 抱团俱伤的时候 你们已经不是脱离的个体 不能带有种族歧视 不能看不起任何人 因为当你踏进俱伤的圈子时 你们一定要承担起 自己在这个队伍里的责任 这意味着每一天 每一场比赛都要全身心的奉献 虽然橄榄球比赛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在这里我要讲一个益处 人们学会了怎么无条件的去爱另一个人 作为领头人 我把我的孩子们从美国南部带去了洛杉矶 让他们参加橄榄球队 和来自乔治亚州北部的 本西尔县的孩子们拥抱在一起 他们对对方的讨厌日益增长 这是一种不好的文化 而我们的文化也不会因为这样的病态交流 而有所发展 我们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 把文化融在一起的人 能够在道德行为上教导和劝诫别人的人 你们要做伟大的带领者 除了在高质量的生意上 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客人 也要把这些东西 不论区域背景地传递给每一个人 当这两个孩子站出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在他们脸上看到他们的恨意 所以他们在赛场上 不留余力地要强行突破对方 但是我们会教他们规则技能 教导他们怎么在球场上移动 奔跑和各种战术 当然有时候也要在赛场上流点血 之后我们就静静地看着 看着奇迹的发生 我把这种队伍叫做队伍的奇迹 随着两个孩子对对方的憎恨不断增长 他们也开始知道 他们身上流的汗和别人是一样的 如果杰西和他的队友非常团结 你们没能把他们的队伍打倒 你们之间的对抗的过程 就是互相成长和训练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很难去讨厌对方 他们对你们也讨厌不起来 那么因为我们的文化 而新生讨厌的两个孩子 之后变得怎么样了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内心得到了治愈 互助互爱 另一个奇迹也紧接着发生了 一个孩子在感恩节的时候 邀请了另一个孩子到他家里去了 那个被邀请的孩子 来自洛杉矶中心的南边 他来到乔治亚州北部之后 从未去过那个孩子家里所在的地方 没有人会讨厌一个 来参加感恩节聚餐的17岁少年 那个家庭也因为他的到来而改变了 他们都学会了去爱 和自己出身不一样的人 这就是队伍的奇迹 这些奇迹在你们当中也会发生 并且一定会发生 这些奇迹也会发生在高质量的生意里面 会发生在家庭中 教堂里或者是生意里 某些时候这些奇迹也的确发生了 而且发生的频率还非常高 这些奇迹经常在橄榄球聚伤的时候发生 我们做这件事情20年了 所以下一次你们观看一群愤怒 而又疯狂的年轻人 在赛场上奔跑着互相冲撞的时候 你们要好好思考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也许你们会想 虽然我搞不懂 但是好像很有趣 尽管我有三个超级碗的冠军戒指 但我甚至没办法戴上它们 因为我的手指受过伤 我并不是在抱怨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即使是冠军戒指 也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戒指很漂亮 但是并不长久 长久的是我和队员们建立的关系 和自己不同的人所建立的关系 才是长久的 我来到这里演讲 我从你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到 我和你们的差异 我展现的是积极充满希望的脸庞 我们之间也会相互影响 我们都要做别人的杰出带领者 不是落后于人的带领者 我希望你们认真听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竭尽全力的生活 向黎明致敬 把握今天 因为今天就是生活 真正的生活 在这简短的历程中 包含了所有真理和我们存在的意义 成长的喜悦 行动的荣耀 美的光辉 因为昨天只是一场梦 明天也不过是幻想 但充实的过好今天 就会让每一个昨天 变成充满喜悦的美梦 每一个明天 变成满怀希望的憧憬 因此 好好地把握今天吧 这就是向黎明致敬 这是一首 1600年前 一个家里脱缩的诗人写的诗 这首诗写出了生活的意义 当我们学着活在当下的时候 伟大的带领者在领导我们 当我们学着放下憎恨 把一些事情抛开的时候 我们都会过好每一天 对自己恐惧的事情 不再恐惧 不再追忆过去 而是注意 这一刻的我需要做些什么 你们想要一个伟大的带领者领导你 那么现在就开始动起来 否则你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 只有专注当下 你们期待的事情才会发生 克里斯丁是对的 当时我觉得戴墨镜很帅气 但我现在不再觉得我自己很帅气了 我已经72岁了 我也知道我不帅气了 我认为你们很帅气 很出色 我知道你们都是很出色的人 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和我合作几分钟 看看你们的手 看看你们手上的掌纹 哪一只手都可以 如果我们必须要比较正确地抓住橄榄球的话 就要这样看 我向你们保证 我们来看看手掌 我想让你们意识到 如果我们能够系统地为地球上 70亿人口留下指纹 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会跟你们一样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变得你们一样 我们都需要你们 我们都需要对方 让这个世界和生意都有能力 给你们一个带领你们的带领者 这个人会跟你们讲业绩 有一次 史蒂夫跟我在电话里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那真是太美好了 简直是完美的主题 我们希望教导的 是我们希望去实现的事情 我们想要你们记住你们的优点 记得你们有着别人没有的天赋 我今天晚上要给你们一个拉丁语的词 如果你们想用 就尽管用这个词 我在学校里面工作好多年 学校的拱门上就刻着这个拉丁词 四个字 品德高尚 这个词的词源是拉丁语 在座有可能精通拉丁语的人 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高尚 我知道 这个单词是因为它刻在贝勒大学的拱门上 几百年来教导着那里的年轻人 要相信高尚的品德比奖学金 学术还有自己的私利都要重要 要记得高尚的品德让你们与众不同 要把这份品德发扬光大 牢记在心 让你超越自己 这是作为一个人至少要做到的事情 否则你永远达不到你想要的高度 在前面领导你们的带领者 能让你们意识到 现在你们心里就有一个带领者 等待你们去发现 使人成为人 能看见这件事情发展是一种怎样的幸运呀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的人生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要去到卡洛林 第二个目标就是做洋鸡队的投手 只有一件事情能让我对棒球上心 就是他们的主场 在我六年级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我要娶卡洛林纽顿 对当时的我来说 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现在依然是 我还觉得她是乔治亚州 我们那个县里最聪明的女孩 我回到家告诉父母 我要娶卡洛林纽顿 我父亲说 这是你有过最好的想法 我父亲还说 卡洛林知道你的计划吗 我说她还不知道 她比我要高 当时我是个又胖又矮的男孩子 还总在学校惹麻烦 不要说卡洛林和我约会 在这六年里 她连话都没怎么跟我说过 她很善良 但她也不会有兴趣 跟胖乎乎的比尔科里约会 但是之后我长高了一英尺 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开始约会 到去年十二月份 我们庆祝结婚五十二周年 在我们结婚的这五十二年里 我在卡洛林身上学到的东西 是没办法计算的 因为我们这个疯狂的职业 她攀了三十四次家 养大了两个让人惊喜的孩子 现在还是七个孩子的好祖母 她还养了一只金毛猎犬 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也养了我 她建了四间房子 有两间 她签的是总承包合同 她还拿到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 为单身女人建立了一个基金会 叫单身女人联合会 不管她们的单身理由是什么 卡洛林和社会上的单身女人一起工作 她对女人的历史充满热情 还把这种热情转化成动力 写了一本书 三个星期前 她被评为乔治亚洲年度作家 如果我对她的评价是 我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 这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为她感到自豪和骄傲 并开始给她授予奖励 杰出人物奖什么的 因为这样她开始变得有点骄傲 只有一个人能让她保持谦逊 我们的孩子在让她保持谦逊这一方面 做得非常好 我跟她说 亲爱的 你看你在这些荣誉中得到了很多乐趣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就像你在学校里一直都拿A一样 我读了17年书 我的成绩单上也都是A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事情 让人难过的是 我全A这件事情并不是真的 当我真正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上时 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因为高尚的品德带给他们的成长 不是有形的 而是无形的 潜移默化的 当我带着要去卡罗林纽顿 和做洋鸡队的投球手的目标进入高中时 我唯一不感兴趣的运动就是橄榄球 想想 如果我能站在离你们60英尺 6英寸的地方朝你们扔东西 为什么我还要冒着 可能会让我的小身板受伤的威胁 朝你们跑过去冲撞你们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 我当然选择打棒球呀 比橄榄球有趣多了 但是当时在我那个高中 不管男生的身高身材怎么样 都应该要会玩橄榄球 我们高中教练叫比尔贝奇 他有点让人害怕 在我进了这个学校之后 他开始过来找我 他说 哦 比尔科里你要加入橄榄球队 我当时对这项运动完全不了解 就加入了橄榄球队 直到我看到橄榄球是怎么玩的 我觉得实在是太可怕 我看着球员们带着头盔护具 在赛场上横冲直撞 尖叫着满身汗水流血 还不能喝水 我想我一定会死掉 这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决定要做我平时就该再做的事情 因为我是完美的小孩 我要退出 我要把这身装备交出去 我要退出这个愚蠢的游戏 这完全不适合我 但是我在退出的时候又遇到了阻碍 我爸把我的退队书留在了家里 他说不管你要玩橄榄球还是做别的什么事情 一旦你开始了一件事就必须要把它完成 我父亲是个很好的带领者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 但是橄榄球队在我好起来之前变得更加糟糕 只有11个新成员加入 所以教练不得不根据每个人的天赋重新分配位置 汤米的位置是四分位 因为他的手臂非常有力 汤米米兰是前锋 因为他很高大强壮等等 教练根据每个人的天赋 给他们安排了最合适最好的位置 只有一个位置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担任 我一个又矮又胖未来羊鸡队的投球手 站在那里抠鼻子 因为我也不在乎他们要对我做什么 反正只剩下一个位置了 但是教练跟我讲了一句很棒的话 他说 毕尔我要你做中锋 这不是开玩笑 我想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 所以最后我的位置就是中锋 天哪 谁会想要打中锋这个位置呀 教练说 这不是最厉害的事情 毕尔我要你把球藏起来 我就想 是的 不是开玩笑 还得有人把球藏起来呢 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件事情的复杂性 你想要我带着球去哪 去那边 汤米呢 他要把他的手放在哪里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教练 要是他的手动了呢 这很复杂 我讨厌每一个男人都喜欢的这项运动 这是在又矮又胖的比尔科里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 但是也许不是 或许球队里有带领者呢 所有的纪律都能用来约束我 当我还没成长到能独当一面的时候 我必须和别人合作 我还要把球藏起来 我觉得我根本不想 也很害怕去做那样的事情 我只能被迫面对那些事情 也许你们身边没有人强迫你们面对自己的恐惧 但是你们最好是自己勇于面对恐惧 不要沉溺在过去 也不要回顾让你们感到困惑和恐惧的事情 还有那些 你觉得在羞辱你的人 原谅他们所有人 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却很难做得到 我和曾经和我有过不愉快的人一起共事 至少我们都做到了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放下过去的事情 还记着让你发怒的人 很有可能会让你再次变成易怒的怪物 我保证你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而我一个星期基本上有三次会这样 但我还是建议你们要这样做 我的女儿说我 你演讲的时候都跟别人说 要他们学会原谅 但看看你自己吧 虽然我做的不多 但至少我们都要去做 否则我们的文化不会真的被改变 安利的文化里面也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存在 那就是你们 是你们这些高质量的人才 创造出了这种杰出的文化 今天晚上来参加聚会的人 都是千功有礼温和的人 你们都很专心听演讲 我非常感激 不想让你们失望 在抱团聚伤的时候会发生另一件事 我们要学会相互依靠 一支强大的队伍 真正的动力不是超级碗的冠军戒指 也不是金钱 是让我们不能让彼此失望 我们要发展出这种独一无二 你们就成为一个不可估量的杰出带领者 这将是你们一生中能够做到的最可贵的事情 我向你们保证 这是人们把他们的不同 刨开之后所展现的潜能 在被迫留在橄榄球队之后的几年 我还是学会了把球藏起来 怎么去进攻 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的高级晚 我学会了怎么把球藏起来迷惑对方的球员 在那一年后的全明星赛 我把球藏起来骗过了许多球员 约翰希尔 鲍博丁布莱克 还有克雷格摩根等等 几周之后我在赛场的藏球还成功骗过了巴特石塔 之后我的比赛生涯里面 我在赛场上藏球的技巧能迷惑很多很多历史上有名的橄榄球员 直到那个时刻也许到了这个时刻 就是因为当初那个没有人愿意担当的中锋的位置 我以自己微不足道的唯一技能获得了和他们一起抱团俱伤的特权 对于年轻的我来说 玩橄榄球这件事情最坏的结局 可能就是橄榄球成了我唯一能够做的职业 所以我不顾一切的去做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我最终还是在洋鸡体育场上打比赛了 只不过我打的不是棒球 而是有些可笑的橄榄球赛 有一些在你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 可能会让你们感到非常消极 但你们要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 并且往好的方向想 我不是说不往好的方面想就是坏事不够成熟 只不过我们都不得不这样做 也必须得这样做 妥善处理我们遇到的困难 如果你们一直都能做到这件事 之后你们就会发现 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变得习惯 不幸的是 退出会成为你们的习惯 找借口也会变成一个习惯 当你们做错了事情 而那件事情对你 对你的队伍和家人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也会变成一个习惯 不管你们想什么 做什么 都会变成你们的习惯性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练习 练习去在一起思考高尚的品德 属于你们的高尚品德是什么 属于你们的伟大精神是什么 你们和别人的不同在哪里 你们的团队也需要你们这样去思考和发现 并且表达出来 当我决定要读大学的时候 我高中的董事会成员 路比克洛伊女士联系我 她说 比尔 我知道你在考虑乔治亚理工学院 我说 是的女士 她说 不要 我说 不要什么 她说 不要考虑乔治亚理工学院 我说 为什么 她说 你是个聪明人 你高中生涯已经很绚丽了 我说 谢谢 不过 我想去一趟图书馆查一下 绚丽是什么意思 她说的对 但是 我最后还是去了乔治亚理工学院 是因为卡罗林要去埃格尼斯斯科特学院读书 而离埃格尼斯斯科特学院最近的学校 就是乔治亚理工学院了 我觉得 我的选择很正确 乔治亚理工学院有个教练 叫鲍比多德 他很爱护我们 非常渴望看到每一个人都顺利毕业 他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演讲 他说 伙计们 我很爱你们 我们不会在练习场上练死你们 也不会用像大西洋海岸联盟的方式训练你们 我们有我们的训练方法 我希望你们能准时参加训练 但是 你们也必须去上课学习 用训练逃课的事情 你们连想都不要想 因为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 你们的后半辈子都会因此后悔的 当时我的化学课是在早上八点 我很确信他的话不是针对我 我还打算翘课 因为那是一门大课 课室里有一百多号人 教授肯定不会发现我不在 但是我错了 第二天我的名字就出现在黑板上 上面写着比尔科里 早上五点半到训练场报到 增加跑步训练 迪克盖曼教练 非常高兴地在那里等着我 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当我在体育场上下下跑了五十遍楼梯之后 我觉得能在早上八点半上化学课 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这是我大学期间发生的一件趣事 人们听到之后都会捂着嘴偷笑 而我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你们 在这之后我没有逃过一节课 我顺利毕业了 在这件事情之后 我没有逃过一节课 因为我不能让我的教练失望 我从一个我不属于的学校毕业了 因为我的橄榄球教练太爱我了 所以放任我胡来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带领者 只不过我当时根本没有发现 但这件事却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 给了我结果 为什么是不可思议呢 因为那些用来要求我的纪律 被我内化了 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让我们所有人震惊的是 大三快要结束了那一年 绿湾包装工队找上了我 在那些天里 他们选了二十个人 爱瑟伦巴蒂对他的私人助理说 佩伯我们选了十九个球员 明天早上还有两个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现在就想去休息 第二十个候选人 还有点幽默感 我们之后的教练 不是报庇多德 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记得他的名字 是罗伯特·伊利达 他是南方的绅士 而伦巴蒂教练 就不是南方人 他是个北方老 还是个天主教徒 我们应该和不同肤色的人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北方地区的人 还有犹太人相亲相爱 伦巴蒂教练 在这四个里面就占了一半 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讨厌的是他的性格 他说 你的传奇 你的家人 还有我们的这支队伍 是你们在这里 为三需要考虑的东西 就这三件事情 按顺序来 很快我们就去了训练场 他却被他自己刚刚说过的 要考虑的事情 搞混乱了 但他还不是我们 在那个队伍里最大的问题 当时的中线位 是雷伊尼克奇 我是接手 雷伊尼克奇 大家都认识吧 他进入了名人堂 但是在训练的第一天 他就打坏了我的面罩 打伤了我的鼻子 还把我撞晕了 所以我不得不做决定 我决定 我是不是还想做这个球场上的胜利者 然后我决定了 我一定要做球场上的胜利者 不断地去胜 我决定当我橄榄球玩得像他一样好的时候 就狠狠地回击他 现在我当初决定的事情并没有做到 这么久以来 我的球技连雷伊尼克奇的一半都比不过 但我的确做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做到了最好的比尔科里 因为我每一天都在和最好的自己对抗 不断地成长 这是另一个纪律 人生中有两大痛苦 一个是自律的痛苦 另一个是后悔的痛苦 这都有你们自己选择 你们想要一个伟大的带领者 那你就得选择正确 当你们的选择是执着的正确的和可敬的 当你们选择了一个要让你做出最大牺牲的选择 当你们以纪律约束自己的时候 也许那段时间会过得非常艰难 当你们的选择让你们的生活变苦 误导了你们的孩子客户 或者是相互误导 你们99%的人知道正确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比率也存在于积极的人里面 这些积极的人比我们更乐意去做正确的事情 美国现在变得越来越糟糕 因为人们都没有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 站起来用手指指着别人 这样粗鲁无理的行为 我们有没有做过 上帝都知道 但是我们还有机会 用高尚的品德去弥补 去改正 不断地去做正确的事情 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 你们都能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都是习惯的产物 我们所有人都是 为什么我能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 因为我被迫去形成更好的拦截习惯 但这仍然不是我在绿湾包装工队打球遇到的最大问题 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从来没有和非裔美国人一起抱团聚商过 当时是1965年 我们正经历黑人民权运动 我们的城市正在燃烧 爱瑟伦八地最伟大的属性 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四件事情之一 就是它绝不允许种族歧视的存在 它憎恨偏见 不允许任何人瞧不起别人 如果你在训练营里 讲任何关于种族歧视的话 那么你就要收拾包袱走人了 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件事情 一些橄榄球队 只有一到两个非裔美国运动员 有些球队甚至一个非裔美国运动员都没有 但是爱瑟伦八地的球队里 40个人里面就有10个非裔美国人 如果可以 他可能会把这个数量增加到40个 因为他不在意你长什么样子 也不在意你的肤色 他更在意的事情是你能不能打橄榄球 更在意你是不是一个好人 我告诉你们几个在训练营中非常吓人的运动员 鲍伯吉特 戴夫罗宾逊 维利伍德 伊利亚皮克斯等等 最让人害怕的球员 是格兰布林州立大学橄榄球队的防守队长 维利戴维斯 他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他的商业硕士学位 在这期间还一直担任着最好的橄榄球队的队长 我一直在想 这个大块头要是听到我的南方口音 我就死定了 他们一定会弄伤我 把我送回家的 但是谁能责怪他们呢 我的思考和生活方式 还有出身和你们不一样 我很抱歉 对于人们对来自别的地方的人 仍然带有敌意和恨意 我也感到很惭愧 但我晚上还是就这样走出了房间 这几个运动员在黑暗中跟着我 他们喊住了我 我在想 天哪 还是躲不过吗 我整个人都要崩塌了 我向你们保证 那时我没有再想什么带领者的事情 我听到他们喊我之后 我就转身过去了 看到维利戴维斯 我想 不 他一定是来让我收拾行李回家的 他说 小伙子 我一直注意着你 能打扰你几分钟 跟你谈一会儿吗 我说好 然后狠狠地做了一次深呼吸 他说 我很欣赏你的努力 你能够成就我们这个队伍 我也会助你一臂之力 我说 你要帮我 他说 当然 你想想我们在这里的经历 想想为什么伦巴蒂要选你们 他还跟我们说了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队伍在大赛上 赛果是9比1 唯一输的一场是输给了费城老鹰队 在1960年的世界大赛上 那是他们唯一一次的失败 维利戴维斯继续说 我那天上场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 我心里就不舒坦 因为我知道 我一定会在球场上留有遗憾的 人生中有两大痛苦 一个是自律的痛苦 另一个是后悔的痛苦 这由你选择 逼二 如果你懂得这些 如果你要在训练场上 活得没有遗憾 从明天起 你需要把我们的队伍团结起来 他还说了 如果你没有空 伦巴蒂还朝着你大吼大叫 或者他做了什么让你难堪 你来找我 我和你一起解决 那个伟大的非洲裔美国人 对一个来自乔治亚州的白人小孩说 我会和你一起解决 那个伟大的人 对一个糟糕的新手的帮助 远不止在橄榄球方面 他教我技术 让我多次登上超级晚的舞台 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因为他 我得到了来自领导者和其他人 意想不到的 不该得到的 不计回报的好意 特别是 你还不是一个领导者的时候 你得到了那么多额外的好意 作为一个人 应该要对此负担起责任 我的人生也因此而改变 我不会用我曾经用过的方式 去看待任何人 再也不会 我的偏见一扫而光 当一些不好的习惯出现的时候 我会告诉自己 刚才的举动实在是太无理了 再也没有下次了 我不会再说那个词 也不再会开那些玩笑 因为那一点也不好笑 那些各种各样关于种族的玩笑 一点也不有趣 那很伤人 会让大家分裂 一支伟大的队伍 能一直走到今天 都是因为这些 有的时候 一支伟大的球队里面有好的球员 而大部分时候没有 我们的队伍 也有一些疯狂的球员 也有像马克思迈吉那样的球员 当我还是一个新手的时候 有一天 我和其他前辈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 当时 霍尔尼在对麦吉说教 他要求他对自己做的事情忏悔 麦吉说 你和我一样会和威士忌 会抽烟等等 你做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 而你现在却来对我说教 要我去忏悔 然后 霍尔尼发现了在角落里的我 还发现了我是神的学生 他说 来 神的学生你过来 我喜欢犯罪 上帝喜欢赦免别人的罪 如果我忏悔的话 效果应该很好 对吧 马克思没有忏悔过 所以他会下地狱吗 我赶紧逃开了 并跟别人说 保罗 你知道 这不仅仅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情 也不是我和马克思之间的事情 你知道 他做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麦吉在听到这些话之后说 哦 你现在还要把文森特拉下水了 当有人像威利戴维斯那样 和你交心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个人当成知心人 我当时觉得我快要死了 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 感觉 尼克奇要杀了我 我还要逃走 我还记得 他说 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他 所以 我一直在想 我要找到87号 找到伟大的威利戴维斯 他问我 还好吗 我说 好 很好 一个杰出的人 对一个糟糕的新手做的事情 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转变了我 今天 有些在你们生命中的人 需要你们做 像伟大的威利戴维斯 对年轻的比尔克里 做的那样的事情 需要你们的帮助 这些人 不一定是你们喜欢的 但一定是和你们不一样的 可能是看起来很奇怪的 可能是不同肤色的 可能是你们有不同宗教信仰的 也可能是曾经冒犯过你的 他们都需要被原谅和爱护 这一切的本质就是 你们能做到说 我会帮助你们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就是伟大的带领者出现的时刻 我向你们保证 这就是在抱团俱伤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是杰出的领导力 带给你们的 也是人类在被爱护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这些事情 跟种族 宗教信仰 政治立场等 没有任何关系 这也是一支成功的队伍 所必须具备的 当大家在一间上锁的房子里的时候 把一切都抛开 但我刚刚说的这些 还不足以让你们的队伍 成长为一支卓越的队伍 仔细听我接下来说的话 耶稣看见了这许多人 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谢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谢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 怎么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造在山上的城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能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了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我问一些问题 当人们都聚在 加利利海边的一座 小山丘上交流的时候 谁是这个世界上 最有权力的人 谁是这个世界上 最富有的商人 谁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医生 谁又是这个世界上 最漂亮的女人 谁能赢得那一年胜利 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也不在乎 那些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 是什么一直陪伴着我们 到生命的尽头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品德高尚 和身边的人一起记住 你们要清楚 当你们加入团队的时候 加入到我们这个社会 和社区的时候 和我们爱 或者不爱的人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变 去创造我们的文化 和世界里应有的美好 我们加入的目的是真诚的 是接纳和关爱 我们要有能去改变的能力 每个人都这么做 会让这件事情变得事半功倍 因此 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如果你们愿意 你们一定能够改变世界 前面还有很多伟大的事情 等着你们去完成 愿上帝保佑你们